自由与否,由你掌控,国家幸福,在你决定 流连FM,我是蔡天强 流连当头,我是孙仁 刘高赵,我是我的 好,今天的课题是要谈这个什么 今天的课题要讲的就是这个最近的流连事件 流连事件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其实是流连广场嘛 所以说流连好像是跟他本人有 现在已经变成流连事件 就是流连广场发生的这一起事件 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情呢 再记得是在上个前个星期五 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流连广场的时候 有人去买手机 然后手机遗事被偷的时候 就被找回来 结果就有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被找回来的时候 有人引起就是引起了公愤 在过后又找一帮的人回来 这个商店里面开始挑起了一些事件 然后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延伸变成了一个种族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案件我们也相继的给大家 给你报道了两个星期 接近两个星期的这个新闻了吧 所以陆陆续续的也讲到了 到底这个事情 它的缘由是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会延伸出来这个种族的情况 为什么会是一个种族的事件 然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到底是有没有人在后面背后操纵的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 也是大家应该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是从这个事件上 我想说几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Lawiat广场 Lawiat Plaza里面发生这个事情 它反映了四个 起码有四件这个现象 第一就是大马的族群关系 其实我觉得它是在于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状况下 那无论是哪一个族群 大家对彼此的这个感觉就好像不感觉上表面是和谐 但是心里是埋藏着一种解开不解不了的心结 所以没有办法对其他的族群投以绝对的信任 这是这是很难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大马人呢 其实太相信太容易依赖网络的消息了 那已经到达一个什么地步呢 不要去求证 也不不理他是哪里来的 就盲目相信 然后更糟糕是示意的散播 这样子的不求证的消息 好我们现在线上联系到了梅林 你好梅林 你好 你好 本身这件事情你自己有关注到吗 当然有 其实是一个已经成了头条 那你对于这件事情 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觉就是说 有人趁机炒作而已 不如我先这样子问问吧 就是你第一个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个感觉 宣布你一个过后 因为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多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沉淀了会去想 但是你的最直接的反应 你看到这个新闻过后 你的第一个反应 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我第一个感觉坦白讲就是说 这个又是一个 搞要搞大新闻来 来好像做一个遮掩法 来掩饰那个私人户口的事情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想法呢 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每当我们的领袖有一些丑闻出现的时候 在要被 可以说被群众被媒体施压 要求一个解释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种族课题啊 来转于视线 所以你 已经是近几年来呢 已经是很普通了 只是他们好像是没有课题了 连一个普通的小偷案子 也可以拿它 炒成一个种族事件来讲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刘蝶广场的事件是有幕后操控的 并不是自然发生的 是幕后操控的一种事件 应该是被利用过 因为从警察那边的报告来说 那个青年的 他的尿液是呈现阳性 对药物呈现阳性反应 就吸毒了 对他是有吸毒的 他有吸毒 而且也有CCTV有照到说 他们拿了电话就跑 所以 同时也得到 在柳蝶广场那边的 有族工作人员 已经也出来 曾经全部说 这其实是 其实是一个小偷事件罢了 那我们如何可以知道 就这样子听起来 我并没有看到说 或者是知道 从哪一方面可以知道是 哎 幕后有人操控啊 也看不出来啊 我觉得那个青年没有人操控啊 就是他本来就是去偷的 只是偷了过后 偷了过 对 他偷了过后 这边呢 也其实有几个疑问 一个疑问呢 就是说 为什么警察放他出来 为什么只放一个不放两个 两个人被捉了 警察没有交代到 为什么他们放人 只是说 他的家属是不放人 不过 我相信群政部会满意这样的答案 因为你不给一个 为什么你放他出来呢 你放他出来 对 可能因为他们毕竟是 地图他们在 吃了这种药 要过他们有时会重现那种 很兴奋的情况下呢 很有些他们动作是 不受他们自己控制 所以 可能真的他们是回去打架 回去打架 结果自己闹大了 被有心人利用 所以你的意思是 幕后有人操作 有心人利用 是在这个阶段才开始的 并不是在偷窃和打架 那个阶段 或是在偷窃和打架 我是说因为 我本身的看法 因为要交代 要交代 要交代那些 户口 我们领导 领导成和家属 户口的 户口的 那些钱是怎么来的 到现在都还没有交代 到谈拜讲 那你觉得 你觉得谁会在幕后操控呢 如果这样子说 肯定是有一个人 还是一个组织吧 那你觉得谁会在幕后操控 你有没有觉得在搞 那天在狂场搞煽动的几位 到现在都没有事呢 好像也是被抓进去问话了 但是后来好像 有些问话真的是没有事发生了 对 所以你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几个问话 这几个被抓问话人 就是幕后的搞习惯 对 他背后还不会 会不会有人呢 可能啊 不过这些我们 只是一个猜测罢了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那一个在那边搞煽动的 他的确的确是武统的代表 他是一个武统里面的 助于领导臣跑腿这样子 哪一位是那个部落客吗 还是那个退伍军人的协会主席 那个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协会主席 OK 因为部落客他很容易逃脱 他说他的户口被盗用 对 他讲这样一句 你奈何不了他了 好 那一个退伍军人 他是在那边 真正在那边搞煽动 而且我有询问过 我的马来朋友 那个号召 号召的是Pera 那个网络 在号召他们聚合的是一个叫Pera Today的面子书网络 有一样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坦白我本身没有看那个网络 我也是听我的有主朋友跟我讲的 他们说Pera Today在那边上帖大概不超过五六分钟 柳街狂场外面就有整百多两百人在那边集合了 这个是基隆坡 这个是市区 就算我放在面子书不集合 你们如果是从附近 就是从附近来 你也不可能五分钟里面到那边 这个我倒不太怀疑了 就是说因为毕竟那一代本来就是那么多人 如果是大家目前的情况看 我们时不时都会上网刷一下面子书手机 一看到这个新闻 可能还真的在附近就马上就会过去 这个我倒觉得是说得过去的一件事情 我的看法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过去去到那边的人 好像是蛮有系统一样 就是有备而来 你一次是有备而来 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是有备而来 这个我倒不好说了 因为我不在现场 因为我们都是在猜测 因为现在整件事我们都是在猜测 这种事情我一看了就是觉得 在让你问我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 我直接跟你讲 找新闻找你事件 但现在你说的之前那两个人 就是包括那个退伍军人 那个穆罕阿利 权王阿利 他已经是被煽动法令来 就是怎么说呢 以煽动法令来调查吧 应该这么说 那你认为是不是 你支持你觉得你认同 可以用煽动法令来提供他们吗 他们根本就已经在搞煽动了 这个是应该的 但我们之前不是常说 煽动法令不应该用吗 包括像现在公正党的 这个 他就说不应该用煽动法来对付阿利 因为呢这个煽动法本来就不太应该拿来应用的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法律 其实那个是事在人为啊 因为目前的马来西亚呢 是需要 因为我们的我们之间的那些种族冲突呢 他那个那个gap已经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们还需要煽动法 我们需要一个法令来控制 问题是 那个法令被滥用 问题就是在这边 那个法令其实是有需要的 目前的情况 只是被 就是说被利用了 就是说被那个执政者利用 所以 为什么他们会 我相信他们会讲是因为 他们知道这个法令严重被利用的缘故 被滥用 应该说不是被滥用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比如说像这两这些煽动人士啊 要应该怎么样去对付呢 现在现在情况是 大家都有在打架 就是在现场有有华人有打 埋人有在打 都是打成一团乱了 那现在如果要提控的话 是不是同样的两边 都要提控呢 是首先肯定有人先煽动 那煽动过后 另外一帮打起来 也是肯定有人在煽动 另外一帮人在打起来了 这样子的情况 那是不是两边都有错呢 我看到如果你是说 华人也打 就是说 目前没为主 我没有看到什么华人打起来 第一 他带领他的人回去 他带领他的朋友 他那小偷 他带领他的朋友 回去搞煽动的时候 那是 那个 就是说 要讨回 对他来讲 是要讨回公道 问题是 有证据 什么都有 你讨什么公道呢 而且你单枪屁马去那边 就破坏人家 破坏人家的东西 人家是属于 可以是说是属于反抗 人家不是攻击你 所以这个说他们打架 其实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是 那几个马来 从他的短片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是那个几个马来人 一直要过去打人 然后他们先 建起一个人墙 来阻止 他们冲过来才被打的 那几个马来冲过来才被打 而且他们那个时间也很不巧 老爷其实也有很多 有族的 有族员工的 就是当时他们刚好都去 布格巴萨了 那么除了这一个事情 就是现场发生的事情以外 在网络上也是有很多个版本 流传着这种 这种 故事 不同的叙述 不同的故事 然后还有不同的 有这个CCTV的一些画面 或者是有人手机拍到的 然后就是因为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面 都会有不同的诠释方式 在华人的 就是华文的这些Facebook媒体上面 都是在帮华人说话的 在这个Para Today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些 马来的社群的社交媒体上面 就是在说 马来人这一边是英雄 他们七个人是英雄 然后他们勇于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这一边就造就了一些种族冲突事件 那你自己看法又是怎么样 马来西亚的人在用网络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很不理智的 我觉得这一些都是需要靠自己去看 毕竟网络有很多新闻都不是真的 所以这个需要靠我们先去分析清楚 那一些是真的 那一些是假的 还有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谈的都是 我们华人的看法 你有没有问过很多友族他们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我 他们其实呢 我的友族朋友 其实他们是觉得蛮羞耻的 怎么说 就是说在偷窃这一方面呢 对 因为偷窃已经是一个 对他们说 哎呀 已经是一个羞耻的事情了 你还把偷窃者和吸毒者捧成好像一个英雄人物这样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感受的 其实你觉得就是 我们就是大家族群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你觉得就是族群之间的关系 现在现今族群之间的关系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可以讲是蛮不好 蛮不好 蛮不好 坦白讲 我很怀念以前那个比朗利的时代 那现在不好到什么程度呢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比较一下 嗯 不好到可以说 同样啦 不要讲只是马来人 其实我们自己华人的态度也是很有问题 嗯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 比如说我 我一看到 网络有一些写的 就是说 你们先拿瓶兽来指责其他种族 嗯 你本身都这样的 你期待其他种族怎样对你呢 嗯 对吗 因为你必须自己要逃出那个框框线 不过蛮新唯的就是 我看到有一些在网络上 华人在这一件事情是蛮理直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一些热血方 刚才那些比较年轻的网民 当他们在网上说 哦 今天又有什么什么党派啊 他们操操造什么党派出来 下面就有很多留言在骂他 说叫他 叫他翻帖 说啊 事情已经够潮了 你还来搞什么翻动 嗯 所以这 这一次的行为我觉得我们华人上面是已经做到很好看 很足了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真的是一些马来人马来友族来原厂 原厂是什么 原厂就是说好像 比如说 事情过后呢 有几个马来人他们在 帮 帮 广场 帮 柳街广场 打广告说 哦 他们跟那边的人其实是很 很 那边很平静 他们跟那边的人都是朋友 其实都有啊 我都有看到有一些马来人在面子书上 甚至在 如果你有留意马来媒体都有的 其实对对所以呢 其实我们很需要这种 我们很需要这一方面的 这一方面他们 因为华人已经是在一个被打好 我们也忍下来 就是车子做破坏筹款好 我们也尽量筹 筹给筹筹 就是不要将事情搞大 因为这一件事呢 最不令人满意的就是官方 第一 你没有交代为什么你放掉人 而且 第二 你发现那些搞煽动啊 都没有严厉被对付 嗯 你会造成一种 很负面的后遗症 嗯 是什么样的后遗症 能不能说一说 嗯 比如说接下来连一连二单 呃 华人被有族有族群组攻击的案件 嗯 那个女孩子 只不慰问啊 你是华人就被打 对被刮估 刮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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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已经可以看到有这一种画面 表示说 而且 你不要忘记 这会 我们的经济情况 其实国家经济情况 其实是越来越 处于在越来越不好 就是今年的马来人新年 你也可以感觉到那个购买能力呢 是在严厉的下降着 嗯 表示说他们有族 他们的经济 原本他们的经济都已经是 有一场出一场 现在变成可能 他们明天就没有得出那种悲 总之就是他们的经济 正处于一种警停的状态 嗯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当他们的心里有点不平衡的时候 他们很容易被删动 就是说 都怪你 就是因为你来抢我们的东西 所以我抢吃我们的 抢你们的 这个土 而且他们已经好像被我们的 那些 删动者搞到认为说 哦 这个土地是他的 这些东西全部是他的 他可以不劳而活的 你们来抢 是你们来抢的 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容易相信呢 你觉得 是因为缺乏教育吗 还是因为真的是面对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他们相信了这样子的 这说法 这些其实都是 这些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很大的问题 从教育一直到起来 一直到那一种他们接触的社会 这个就是 也就是说我们 那一种 一个种族 种族尊卑 种族尊卑问题 就是那一种 因为我们学校 我们目前的教育真的是很失败的 你去大学 你去很多地方 你去他们马来学校呢 你不难发现 他们其实一直在 有灌输那些学生这一种 种族尊卑的想法 一直跟他们讲说 我这个土地是你们的 你们是 比较超越其他种族的 甚至篡改历史 就是做一个洗脑课程给他们 你导致今天的处境 你看他会有这种洗脑的这种作用 或者是他们像你说的 可能还真的有一些身为为人师表的 在发表这样子的言论 还可能真的有的 那为什么这些人呢 身为师表 他们竟然还是那么想不开 作为一个有知识 受过教育的人 他们还是看不懂 看不破 这一层关系呢 是不是 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 上梁不振下梁歪 就是一路来都这样传下去的 对不对 那我想问问看 是不是 如果你要是说 我说上梁不振下梁歪了 这一个就是因为他们 上梁已经不振了 他会 可能是他会 他会选择说 思想比较倾向他的下属 才能他会 他会提拔那一种思想 跟他相同的下属 我认同你这个 我认同你这个说法 但我发现到就是 其实不单止在有族同胞 就是在华人方面 你发现到很多长辈 那些老一辈人 他们对有族的这个看法 也不见得是很 很好 有时候就是那 真的很标签性 很stereotype的 就认为他们是很懒惰 很怎么样 很怎么样 甚至用三番那种人 来形容 甚至连我们的方言都 方言都还是用 藩人来说 来说是马来人 你看这样子的一种说法 如果一字再传下去 你觉得这个关系打得破吗 华人也是 无论是那些未来的子子孙孙 子弟们都是这样子在想 所以其实是 所以我说 我这一次我在面子肚看到 那反应是蛮行为的 因为每当一有人 要搞起煽动言论而已 就被其他网友压下去 但你不觉得这个会是一个问题吗 梅林 我这样子来说 就是其实首先你刚才也提到了 你认同说我们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 可能也不见得是那么的完善 那么的和谐 那个可能搞不好是一个表面 那如果事实上我们的族群关系 都已经是不属于和谐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选择积极的去面对 认同它是一个问题 而我们去想办法去改善 而不是美其名 或者是采用这种鸵鸟的心态 我们不要去再谈 我们不要去碰它 这样子就不要再搞到它 我觉得不要搞到的是事实 但是不是去避免面对 这样子我们如何能解决 因为我们都不是司法单位 这个就是一个 比如说如果今天 如果将那个 稍微改定一下 如果今天是 那几个回去闯属的是华人 而如果当时那个工厂里面的工作人员 都是马来人 你说这些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情况呢 那个执法单位又会怎样做行呢 嗯不知道 所以是在 是在执法单位的处理不公下 而搞成今天的剧面的 嗯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说 其实执法单位现在是 对于民众来说是没有公信力的 无论他们做了什么 我们都认为他们是没有公信力的 不是无论他们做了什么 其实是他们做的太多东西都都很错太多了 而且他们完全不给你任何解释 嗯 你能想象的就是说 哦因为是有可能他们有关系 可能他们之间有背后有一些关系 可能真的是我们的执法单位真的是看宿舍办事 所以我们只能往这一方面想是吗 我们没有其他的不能够找家解释 因为你当你知道你 你执法单位都是这样严厉的 我们只能在下面帮忙压住这件事情 不要搞大 然后希望说在我们分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大家能尽量尽量软和他的情况 而且能尽量补救我们国家之间这一种 这一种种族的冲突关系 因为马来西亚现在的种族冲突 那其实谈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的究竟是为什么 这整个事件会演发演变成这样子一个状况 虽然说现在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没有把事件闹大 也许也是真的像梅林说的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无论是华人马来人都好 都没有再继续炒作 大家就粉饰太平 把这个事情慢慢的把它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但实际上这样子一个情况 它同时是不是也代表着 我们可能也不敢实际上去面对这个问题呢 然后我们必须靠执法单位 只有执法单位能做到吗 我刚才说 刚才这件事情反映了这个现象 刚才提了两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很多 每次到这个紧张的时刻 总是会有一大群这些推崇和谐主义的人 就自己呢就跟就晒出一些自己跟其他族群间 平时啊是多么相亲相爱啊 这些友好的例子 但是这样子反而是掩盖了这些严重发炎和长笼包的一些窗疤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窗疤你被掩盖了下去 你选择不去正视它 不去面对它 也不去解决它 那到最后它只会发生的更严重 它只往里面往里面去住 病入膏肓那一天呢 我们如何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独立50多年了 那距离上一次的这个种族冲突513的事件呢 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但是总感觉自从那次事件过后呢 我们大家都好像有一个隔膜 有一个心结 这是好像解决不了的 永远只要有一些事情一发生呢 就会被往那个方向 种族暴动的方向去炒作 太阳公公 太阳公公 我想成为一个巨人 我想和你一般高 你为什么想和我一般高啊 因为我想和你一样 放出万丈光芒 照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使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你的影子 嗯 如果你真的想和我一样高 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试 什么方法 你需要闭上眼睛 沉下心情 把你内心中的爱 就像望战光芒一样 撒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 你每投放出一份爱 你的脚底就会增加一块金砖 你散播出的爱越多 你脚底下的金砖就会越来越多 快一块的金砖叠加 直到叠加到和我一样高 这时你就可以和我一样高了 哈哈哈哈 如果你的爱足够多 真的做到 我们还有另一份奖赏 就是我 把我的能量传给你 你会顺时能量增加到无限大 爱也无限大 拼用这无限大的能力和爱 散播给事业上一切需要爱和帮助的人 真的吗 我真的能吗 这要看你心中储备的爱影多少 越多就能达成 真好 以后我就能像你一样拥有巨大的力量 变成一个名符其实顶天立地的巨人 不 你接收到我的能量和爱 把它们散发出去 你又会变回原来的身体 这时的你 虽然是你原来的身体 但内心的世界已不同重新 更多的爱和能量会使你变成一个 更善于处理生活的人 更温暖的人 那我如果还想变成巨人呢 那你需要一次一次 累积更多的爱和感恩 并且施于需要帮助的人事物 你才能再一次达到我的高度 太阳公公相信我 我会努力的 心中储备的爱越多 能量就越大 相信自己也可以创造生命的奇迹 好 我们现在线上又联系到另外一位嘉宾 是阿龙 龙哥你好 早上好 早上好 对流碟广场这个世界 你自己有什么看法的本身 我对这种事情 没完没了的 我实际上讲 种族如果我们套用这个种族 这个课题 迟早都是会面对的 马来西亚的华人 总之就是在什么世界上 都是永远会成为 待罪的高扬的 这个是无可厚非 这个事实也跑不了的 如果今天你认为流碟这个世界 是种族课题 这么样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态 认为的时候 我更加可悲的 会这样说是我们永远也是 跳不了自己的那个种族课题 如果今天是一个事件 如果我们从它的延伸的事件 发生 我只是认为是一个偷手机 被拨了 被发现的 过后他这么嚣张 来去打人家的电的时候 这一情人看不顺眼 就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只要那个族群华人跟马来人的时候 就会被人家冠上这种肤色的气氛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很现实的一个零和游戏 难道说现今这个社会 当如果你今天把它放弃 这个是种族课题的时候 又让政治来去利用的时候 你说纳吉去炒住这个事件吗 我认为是不会的 但是政治人物呢 往往的时候 当这种事情发生 突然间发生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所面对的课题 他就是会去想拿这个东西来转移 他之前的那个课题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老百姓 其实是很散望的 热烘烘的那个鸡屁股 大变出来的东西是很热的 我们大家就很会去讨论 那个最新的那个发展的东西 但是过后的事件 就一概不耳论了的 就是不去谈它的 但是难道今天这个事件 我们要去针对吗 还是要必而去谈这个课题 如果今天你说种族课题 那就是种族课题吗 还是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这个是讲难听一点 是一个当派 说不好听 其实这个黑社会罢了吗 对不对 你才能够制造这东西出来 但是如果今天 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 就怕哇 当天第二天的时候 整个短信收了很多 我最讨厌 我就是在我一收到 这个短信的时候 我一直指责这些人 你其实间接的是帮凶 你一直在帮凶 你在传播这种的自信 哇 连我们八分都讲到什么 不给定义 哪里怎么样怎么样发生的 这些人很愚蠢的 如果讲说要对着钢 大家迟早都是要面对的 而如果你今天说 阿龙这样说的 这个犯好像很有骚动性 我们不要避开这个种族 如果真的是 你认为这个是种族课题的时候 我们要躺荡荡的去面对的 不然的时候 你把这个课题 留给你的下一代 可能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的孙子 要去面对 要去承受 这么样的一种的悲剂 与其这么样 不如我们更加早发生 去让他们去反省 也让我们的后一代 看到到底这个颜色的转变 是不是会跟1969年 那么一样的一种的类似 一样吗 不然的话 没完没了的 今天一个课题 如果今天 一有什么争吵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跟马来人吵了 早就变成种族课题了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们跟印度人吵架 跟印度人打架 这个又是种族课题吗 会被放大吗 不会的 所以你今天是说了 被打肯定看了不舒服 因为整个视频 你看到那一滴人 那几个马来人去那边 去砸人家的店的时候 其他人看了不顺眼的时候 来去打这些六七个人的时候 变成很容易的 你很容易骚动那个族群的 讲说你看我们马来人 被一大群的蛙人去打 这些马来人肯定就不爽 嚣张到这么样的一个地步 今天如果你是 我只是认为了 三条线的这个 这个背景的组织了 谁都懂了 应该如果你有参与 因为我们都去懂的 如果我们讲说 一对一来刚 你会不会来这样来去刚 不要说 以用你的民族的族群来说了 华人不输你了 华人也不怕你这个话了 今天不是讲阿龙 我这样子来问吧 阿龙 我这样子来问吧 你觉得为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 会最终会被炒作成种族课题 我们排除转移视线 这个说法的话 我们就看实际的一个情形 就是为什么他会被炒 那么容易被炒作成种族课题 而民族之间的 这个种族之间情绪呢 那么容易被被煽动起来 无论是马来人和华人都好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就是308 505过后 我们的整个政绩的转变 变成已经看到那个票数 是华人大多数都站在那个反对党 投给在野党 而不是讲说反对党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某些州属已经成为执政党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变成误总走的 就是要打这么样的一个政治 就是打这个种族牌 你从他的所谓的东西 变成让这一些人更加嚣张 但是我时常问的 这种关键的一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往往我们只是站在 我们自己华人社会里面 谈着一个课题 但是华人社会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 马来社会怎样看这个是问题 到底是不是引起 这么样的一种的文化 我认为不全然的嘛 当我们把这个焉炭 我时常讲说 对 刚才明年有讲 我也认为这些人就是禽兽 这些人就是野兽来的 就是像动物园跑出来的 在市中心里面搞蛋 我只是讲这一群人 但是我没有说是马来人 如果我今天这么样说的话 你把我关上去 我把它一竹竿打翻 整个马来人都是这种动物野兽 这么样的一种族形的看法的时候 那你本身就是个人 你的看法是会有问题 如果今天这一群人是印度人 或者是华人组织 也这么样去搞蛋 我也会用这样的东西来去形容 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脱离 脱离不了的 今天你看到的是马来人跟华人 你就种族客体 如果今天是一个华人社会 华人跟华人 如果福建人跟客家人打架 这个也不是极关的人 也是零和游戏嘛 对不对 跑不了的了 我们的生活历史太多 这么样的一种的事情发生了 当你对到最什么人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七分的 所以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政治的一个关系 就好像把华人就把推给了就是在野 就是做对的 然后马来人就是在朝的就是执政的 所以现在在野和在朝就是做对的和这个执政的在在吵架 是这样子来这个意思吗 我就是来这样分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一个政府是执政的 对的 你不玩这个问题的 你扎签来做了之后了 你说马来人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吗 就同样我不拿国家来讲 我拿一个家庭来讲 如果你作为一个父母亲 你的孩子 每天你有十个孩子在吵吵闹闹 你会偏帮了某几个孩子 但是每几个孩子就欺负你自己其他的孩子 你又偏帮你做父母亲 你不扎签来做 那你公平吗 如果你作为父母亲 你有自己的一个规矩 你严格 都是我的孩子 你的心态是对的 你都是我的孩子 我要一视同仁 虽然我不能够给你公平 虽然不能够每一个人都是我这样去承他 但是我至少会扎签来做 问题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 我最比较愤怒的情况 就是说我看不到我们的有关当体 就是政府在这方面处理的方式 是有一点偏差的 偏差的太过离谱 偏差到我们作为老百姓 作为一个我们是说一个华人 我都不能够接受了 如果事情倒反过来 是一般华人 嚣张到这么样的地步 嚣张到像一个在一个 这些搞蛋分子的面前 讲这么样一句很激动的 一种的种族的话语的时候 又被人家放上视频的时候 如果今天那个说话的人是华人 你说他的后果会怎么样 他的遭遇会不会像这条家伙 这么样在哈利拉雅的时候 又被放出来吗 这一点东西 我们要执意的是这一点 我不去看这些 你跟这种野蛮的人 跟这种禽兽 跟这种没有文化的人 跟这种黑帮的人 讲文化 讲理念 讲理由 讲道理 其实你在跟一个对牛谈情的 OK 如果今天我们要对的是 你看我们的首相 连部长来讲说 如果人家偷你东西 你没有这个潜力去 去抓人家 没有潜力去打人家 我们要执意的这些人的水准 去到哪里 可悲好笑吗 如果今天 作为一个部长说这样的话 你听到作为你的马来人 你会感到很羞耻 为什么我们难道 真的是没有人才 那个部长 那个部长说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他的原话是什么 但是有一个点 我可以认同的一个点 老实说 我可以认同的一个点 就是如果有人犯罪 我们不可以打他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应该是要 如果如果是 甚至有一个司法的话 你应该交给警察 抓了过后交给警察 而不是执行私刑 因为执行私刑的话 这等于是说 你也是在做着违法的事情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执法单位要来干什么 但是我不能够认同 就是说 你不可以去抓他 这就是我不懂 为什么会有媒体 来这样子这个诠释 可能他真的说了这番话 因为他的原话 我找不到 我不懂他原话是怎么样 所以我在怀疑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 断章取义的部分 因为如果你说 不可以抓他 这个根本是一个 是一个不理智的一种说法 如果真的这样说 我真的怀疑 这个部长是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 你抓了不可以打他 这是我可以认同的 那那那是当然的吧 我们不能够做了 这一个人小偷 或者直接被你捉到 如果你说 我们不能够打他 我也不全然 如果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当对方触手 肯定这些结 不会让你白白的 躺在那边 站在那边 被你去捉的 他会反抗的 但你不是抓了够 再打他吧 你抓到 你不能够去打他了 我没有看到 我之前也是 我在我亲眼看到 在一个夜市场里面 一个抢钱包的 被捉了 被他在那边打 我看到那个情景 我的心都轮了 何必把人家打到这么样 人家都已经 是已经被构杀 惩罚 你把他交给警察了 反而没有了 一般那些 刚好靠近那个旁边 我们这边的神庙里面 神庙都是很多那种 打帮派的人的 寄所的地方 一个一个你打 如果一个人 一人一拳 你能够顶到多少 但是往往是 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讨 自己的 为什么社会会 会这么样的情况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会用暴力 如果你在一个 见钱 见好的 一个司法单位 执行好的一个国土里面 你说我们的老百姓 会当起这样的一种的 自我捍卫的那种的权利吗 所以我想说 其实司法单位 目前马来西亚司法单位 其实是对人民来说 或者我更明确一点来说 对华社来说 它是没有公信力的 可以这么说吗 因为我们看到 马来报章那些 好像也没有多少人去怀疑 更多的去说 这个司法不公 什么之类的 比较少这样子的说法 不是说没有 就相对比华社的 或媒体比较少 所以是不是对华社来说 司法这一块 其实对华社来说 是绝对没有公信力的 那不讲是司法 执法单位 执法单位 这个是我们从小 就是被一种灌输 也就是当你近身的体验 你就会看得到 我们很乱的一个举止 今天大家不去 站好自己的岗位 去执行他自己的任务 你不相信你七早八早 你每天在海卫我上班的时候 我都看到这些交警 这些警察 都不是在去维持 他自己的工作 而是在做外劳 看到你的车上 带了外劳 他就会拦截你 他知道你这条路 你每天要上班 你要紧过的 就是说 连我们的执法单位 没有说 你自己是交警 你应该是做交警的一个责任 警察是可能来做这种 维持社会的 你做外劳 肯定是移民厅的 他们的质责 对不对 但是往往马来西亚 没有的 什么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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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NPK的垃圾车 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杀布的 这就是不对的 你在别的国家里面 你是怎么的岗位 你就是做什么样的任务 你不能够 越过去别人的 那一个执法单位的 那换句话说 那换句话说 就是今天如果 就是用回你刚才的例子了 就是今天一个警察 他看到有这个外劳 他就要马上打电话 跟这个移民厅 叫他们来抓吗 还是说他自己可以先测查 还是先把扣留 不可以 那当然吧 你要有移民厅来去准证他 他到底是不是非法的 还是合法的 那那 你看 我们是在前的 已经是违业的那个东西 变成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业数 跟控制他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要跳入那一个框框 把他去 不去实行他的任务吗 我去抓外劳更加好 我可以被受贿 对 但是这样子的说法 你看阿龙 这个好像又出现了一点点的矛盾 刚才你说 某位部长说这个番话 不可以去抓贼 抓贼是警察的责任 不是人民的责任 那我们看到贼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抓 我们应该马上叫警察来抓 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呢 OK 同样的道理 但是他有愚蠢 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个贼 你等到警察来说的时候 能够吗 但是你也不能够讲说 你说的话是你可以说 但是如果你说不能够打 我还能够接受 所以有时这个东西是 OK 试一下你被人家打的时候 如果我 我 人家打你 你会还手吗 会啊 你先可能会还手 在打第二圈的时候 你还手吗 会 我不用第二圈 我第一圈我就会还手了 这个就是正常反应 就像我叫我的小孩子 也是一样的 别人打你 你跟老师讲 老师不拆取行动 他在打你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权力打回人家了 我用这样的教育方式 我太太讲说不对 但是这个社会就是你要教导他们是这样的 你牙还牙的 不然你会给人家欺负了 这个社会 当今社会是没办法的 这个社会是怕恶人的 但是你不能够恶到没有道理 很简单的 三千块是刀的 五千块是比较快的 是发生的 这个社会我们都听惯了 你不要再你坏 你坏到你没有讲道理 你分分钟次发生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这个社会你今天看 哇好像难道我们看到 印度人杀印度人 哇砍到这么样凶残的时候 我们不关注吗 到底这个是什么问题 不是关系到我们种族 如果今天印度人跟马来人发生关系 又是种族的课题 反正今天马来人跟印度华人发生这样课题 又是种族课题 那我们永远救不了的 自己也是在种族主义者 我们也是在谈论种族的课题 但是我认为此中最后的关键 跟我们的相处 我们的自己的环境 周边环境和相处 你认为我们的种族隔离很大吗 我不认为这么样 但是会感觉到大的是怎么样 就是上娘 我们的整个机构 整个政府 他一直在搞着这个东西 让我们更加愤怒 但是我始终讲的 华人我们一定迟早 这句话我们会经历过的 在我这个年代 如果没有经历过 下一波像1969年这样的事情 是迟早我们的孩子要面对的 因为华人在东南亚 绝对是一个国家里面 当他们面对政权 世纪那种的潜力的时候 他会把一转移目标的时候 就是拿华人来出去的 这是绝对跑不了 脱离不了这一个悲哀的 这个是我始终认为的 如果今天我们不面对 我们不真正去探导 很多人往上要做 好像做那种 你认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华人本身有必要负上责任吗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负上责任就是 我们老祖先就是没办法 来到这边落地生根 我们要面对的 就是因为这样子 而不是华人也是有 里面有些煽动的害群之马吗 你怎样去说 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东西 刚才你是说 我们到底要怎样去做 今天网上你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在说话的 对啊 能够拿去一个标准 你拿来切割吗 你切割到底你是种族主义者 你是不是种族主义者 你是很极端的吗 有吗 不会的 这些人在网上刷到 喊打喊杀的人 他站在前面的时候 他会站出来吗 不会的 很悉尼的世界里面 谁都会在那边说 问题是 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这点我就是想要讲 大家会逃避 这个是网人我们最怕事的 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讲说 我们不要去谈这个东西 我们要避开谈这个种族课题 你再谈下去没办法 等下会更加去激发他们的那种东西 对啊 所以华人就是永远被怕事 让他们另一方更加嚣张哦 如果我心里在想 我网上我也不写啦 因为说比较理事一点啦 但是你今天让我这样说 可能我会这样想 说如果要一对一来干 不代表会输你的 如果你用大 用加上这种的执法单会的偏帮 来这么样对付的时候 你看了会怎么样 就你看到那一个视频 那一个车这么样跳的时候 像什么 这是什么人的文化 这就是在你开债的时候 你讲到说我们要欢介 我们要理智 我们要包容 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像你做这样一个挤动的时候 你感觉到看到 你要恨的是恨这个马来族情吗 还是你要恨这一群人 那你看阿龙 你刚刚这样子说呢 可能就有一点误导了 就让人觉得说 因为你又扯到开债界 你又把他扯上是 因为他是穆斯林 是马来人 所以才这样子做 所以就是对嘛 因为你就是给人家看到 人家会把他 因为你时常很喜欢用宗教的东西 来教诲我们 当我们会看到这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反问你 到底这么样做的东西是对吗 难道我们没有发问的权利吗 你明白吗 你要乌日罗 你要伊斯兰行事法 对 难道你的这个教义是这样的吗 因为你很强调嘛 马来族情 当我们看到这个是马来人 我肯定会标签你嘛 因为你标签的是 你们的宗教 是最为上的 最高上的 没有人可以期待你的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华人社会被拜官上是说 我们的母语教育是最伟大的 是不是这样说 你没有把女孩子送去 划小 没有读划文 你就是香蕉彩 这样说你贬义师吗 也无所谓嘛 对不对 但是你今天 我可以质疑这样问吗 你说我这样标签 难道我们没有发问了吗 难道就是说 你看 威尔就是我们一直掉入 这样一种的陷阱 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够问 你就讲说我们就把宗教又扯进上去 当我们又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又跟种族有问题 难道我们什么都必不可以谈吗 必不可以谈的 这个才是最危险的一个地方 没完没了的 十年过后你再看这个课题还是会被他们用的 还会被政治人来操纵的 但是这一小型的人很可悲 如果像今天我们马来西亚所发生这样的一种的最高领导成的这些丑闻 在其他国家里面已经老百姓走上街头了的 是传结一致的 而不是这么样的 所以我就讲难一点 如果你讲大致一点来看到 现在很多不满的东西都是华人社会吗 难道说你马来人不满这个东西吗 我们没有看到的 他的那一个浪潮啊 是可能在地下已经是慢慢在浪起来的 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我们永远是谈这种节目的时候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谈 或者是我们面子都是这么样的一群 OK马来人马来社会比较高尚的读过书的 会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你认为它是种族课题吗 不全然的 他们看法肯定会不一样 所以就是你看这整个事情的发生 我们当然希望它是往好的方面会去发展 然后也让人家反省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发生了过后呢 也不去想啊 就像你说的 一味的避免去谈啊 这个东西又不讲 又不敢说 就大家一直在粉饰太平 那这样子其实对整个事件是没有帮助的 那当然的 但是问题我最重要是要看到那个结果 是我们要看到司法单位 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交代 这个你看偷手机的人 如果他是不是偷手机 OK不是说网上讲 刚才你们讲说有几个版本 你们就好像说帮他们要磨啊 就是要把澄清这个东西是不全然 他可能讲说他卖了假货给他 但是警方给我们的结果是他真的是有偷手机 那总警察党也讲出是当天被抓了 又被人家放出来 到底言明出来什么东西 我们要这样的一个交代吗 如果难道你是今天是 你作为一个司法单位 你做了人 你就可以被放 如果你今天做到的是印度人 或者说做到是华人 你怎么样的对待 你这个知法就是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要最近的这个问题 是给我们最后的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是说这个不是种族课题 不是种族课题 对 我也是看不是种族课题 只不过是一起将偷手机的事件 演变到他去打人家的店 人家看不顺眼 变成一群华人 年轻华人 去打这几个马来人的时候 变成网上 可能这个马来人的背景 就是黑社会的背景 翻条线 阿里拉 我相信大家才明白 是 是 好吧 这个是一个当派的派系的争论的时候 你把它延伸到种族课题 很可悲 那我们就等着看这个司法单位 什么好消息 或者什么样的报告 或者交代吧 这样今天谢谢你 今天阿龙 OK 谢谢 拜拜 好 今天听过了梅林 还有阿龙的分享过后 是值得 他们提到的很多事情 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之前我们的报道里面 也是有讲过 我们每一次的报道里面 也有讲到的 到底这个事情 是哪一个族群的错 如果是 如果是有错的话 到底是哪一个族群的错 是马人的错 还是华人的错 或者是这个事情 是完全没有人错 是政府的错 又或者是 它到底是这个 社会的错吗 还是什么 谁的错 到底要去追究于谁 这是大家的错 大家都负上一定的责任 无论是 有种族主义的人 负上责任 或者没有种族主义的人 也要负上责任 执政党要负上责任 在野党要负上责任 非政府组织 也同样负上责任 教育者要负上责任 父母亲要负上责任 长辈要负上责任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为什么呢 这些责任就是在于 你本身的成长背景 你本身的教育背景 和所有的周围环境 都息息相关的 无论是教育你的人 是你的父母亲 还是你的家长 还是整个政府单位 或者在野单位 他们所灌输的一种思想 都扮演着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来塑造今天的你 今天你为什么会选择 做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决策 或者这样子的决定 你要去打人 还是不打人 还是人家打你 你还不还手 或者为什么 你把它看成种族事件 而不是一个偷窃事件 而这些等等的这种决策 你的整个思维 都和你的过去的经历背景 有很大的关系 和你接触的这个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说 每一个人都要负上一定的责任 好 真的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一下 这个事情的 到底是什么回事 到底谁要去负责责任 刚才威尔也是说的 大家都要负责任 那你就要想一想 你到底有没有 要不要负责任的 你自己有本身 有没有这个责任 我们明天的同一个时间 再和大家天马行空 好 明天见 拜拜 拜拜